大家好,我是念慈 今天要用很快的時間來跟大家介紹我在做的一些事情 Namaste Namaste是尼波爾,就是問好的方式 我剛剛很羨慕小麥,因為我覺得她起步好早 結果我發現我30歲還創業,過了時間就變40歲了 天啊,就是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高興看到很多很年輕的妹妹 對,就是覺得大家都已經開始在自我探索 或是想要去找尋人生的方向 對,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一定有很多的困難或是恐懼 但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因為我在做一件我覺得天啊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我可以在大家的面前看看而談月經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講是做不到的 那我在創業的時候啊 我很多商業界的朋友就跑來跟我聊天 他說念慈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跟你講他想要賣這個布衛生棉 他說這個布衛生棉他用一片要用多 可以撐多久 我說,雖然他大概兩到三小時就要換一次 可是他可以用至少兩年 然後我朋友就很傻意,就說 蛤,他的消費周期好長喔 就是原來大家可以就是他買了一份 然後等到他下一次再買一次兩年後 他覺得這種生意一定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我就是被打了非常多牆這樣 在準備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張照片是去年的一月份 因為我那時候在尼泊尼泊尼就是很想要 因為我認識尼泊尼的婦女 然後因為他們知道說女性在驚奇來說 在另外一個世界是非常的辛苦 他們有很多 他們視驚邪為untouchable和unpure 就覺得很髒啊 不能被捧出 甚至要被隔離 或是種種的一些文化上的禁忌 所以我非常的驚訝 也是因為因緣的機會 我在南印度買了人生第一片不衛生棉 我覺得既然有這種產品好酷喔 那我很想要帶去尼泊尼那邊 跟婦女們介紹 那一介紹完之後就慘了 因為很多婦女就跑來說 要去哪裡買 我要更多 我家裡還有很多的姐妹們怎麼辦 所以我就覺得 可是在尼泊尼沒有人生產耶 那只有台灣才有 所以就很尷尬 但因為婦女們一直在問我說哪裡買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乾脆來創業好了 所以呢 我就真的去了尼泊尼 那一去就 先住五個月這樣子 對 那 這個是當初因為了解尼泊尼 婦女的狀況 所以我就決定在30歲的時候創業 那 去了五個月 所以呢 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人都一樣 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先去那邊 過生活 就進入到他們的生活裡面 那 就這樣過生活 過了三個月 對 就覺得天啊 最後還找不到婦女 那後來我就發現 啊 必須要去問婦女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就找了100個村子裡面的婦女 跟他們聊天 然後說 你們喜歡什麼版型啊 這個花色你喜不喜歡 紅色還是白色 他們覺得 因為衛生給我們一晚看到都是白色 他們覺得白色是好哀傷 而且不好洗 最好是桃紅色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做桃紅色的 但最近是那個綠色的 就是 有不同的花色 那我就開始 去找村子裡面的婦女來培訓他們 很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直接找 已經有的工廠或是工房 你就直接叫他們生產就好 但我覺得那些婦女都已經有工作了啊 我想要找那種沒有工作的婦女 就 就為自己找麻煩 所以我就真的找來 連拿筆都不會拿那種 只會拿出頭婦女 來叫他們學縫紉 所以搞他們很痛苦我也很痛苦 但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們真的會做了 那這是我 一個就是也很搞笑的照片 就是 在去年的也是二月 那 我因為從來沒有做過縫紉 所以我要學怎麼做布衛生命 還要教他們 但我在台灣學的縫紉機 都是那種電動的 可是尼伯那邊 因為一天有電之後 大概就是不到八小時 你知道其他時間都沒電 所以他們的縫紉機都是阿嬤那種腳踏式的縫紉機 所以就變成是我也要開始學腳踏式 對 所以呢 這個計畫撐了 不是說撐了一年 這進行了一年多 我們開始有產品了 我們開始有吸引更多的設計師進來 然後我們也用非常有創業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 同時 我們也在尼伯有推廣婦女衛生 開始跟其他的NGO一起合作 那 我覺得一個人做事好難 大家都一個人力量真的非常的微小 現在這個社會 我覺得大家是要共同合作 不是共同競爭 對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那其他的牌子也在面一直開始 大家都開始做布衛生命 覺得怎麼辦 而且這個沒有專利阿 我說沒關係 越多人做的事是越好的事情 那我們開始跟設計師做連結 因為我們沒有技術 那小麥他做很棒的工作 但他就是做串聯 所以我就邀請西藏的植物燃的老師教我怎麼做植物燃 然後呢 尼伯爾他有很棒的傳統的手工衣 這東西台灣還有 可是快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尼伯爾這點很棒 所以我想要做連結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做布衛生免 它是我們第一個產品 我們想要做的是 對環境友善 和對女性友善的自然生活的用品 所以我們也開始去看尼伯爾有什麼素材 然後我們開始做串聯 所以呢 在去年的四月份 我的工作室蓋好了 蓋在一個有機農場的田上面 所以其實因為工作室蓋好了 我就覺得說 那歡迎大家來一起共同學習 跟我們父女一起工作 或是如果你是設計師 可以把你們的技能跟我們交換 但我們可以給你們的是一個很棒的環境 就是我們的工坊正前方就是喜馬拉雅山 然後可以跟村子裡面的父女互動 或是可以到我們農場裡面生活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refresh 但同時也可以把你們的技術跟我們分享 所以開始有法國、英國、日本、台灣的設計師 或是對設計有興趣的朋友 或是你只是想來 你就OK 我們也歡迎你 對 那剛剛提到的擺攤人生 其實我的第一個 不衛生棉的生意就是在加德滿都的農夫市集白攤 那因為我產品已經做出來了 我朋友就說 天啊 那你要去哪裡賣 我說 欸 我也不知道 他說 那加德滿都有一個財產市場 你要不要去買 去買 我說好 然後我就跑去 一個攤位多少錢 他就說50塊就好了 50塊台幣 換算成台幣是50塊 然後他們就說 你在賣什麼產品 我說不得衛生棉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好 這種東西沒有人賣過 所以你可以來賣 所以我就真的去買了 然後就開始跟很多人互動 因為在尼泊爾 他有非常多的國際的NGO組織 他有非常多的世界各國的旅客 登山客 當他們看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的驚訝 那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反應 對 那 我就開始跟人家接觸和說明這件事情 對 那就是 那旁邊那個 那個用紙板做的那個是 想拋棄式衛生棉梳布的一個娃娃紙板 這是在去年地球日的時候我們做的 對 那這在唐青的店裡面 我們的第一場的那個 步入尼國女兒心的布衛生棉創意展 在唐青這邊辦的 那我們一開始只是想要辦三場好玩 就是讓布衛生棉在店家裡面 像下雨一樣這樣子 這樣下下來 那很多人一進來就說 天啊 是裝置藝術嗎 我們說 而不是 是那個布衛生棉 大家都很傻眼 然後就開始講故事 那我們一開始只要辦三場 結果搞到最後就辦到快第八場 你知道嗎 今年還要受邀第二次去香港 去展這個展覽 所以其實就很有趣 就是一直這樣滾水 雪球般這樣展開 那很多朋友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要辦幾場 就是覺得這件事好像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 這是今年二月份 我們開始不只是在我們熟悉的村子裡面 去推廣婦女衛生棉 或是首逢布衛生棉 那開始有荷蘭的在地的組織 還有其他的M9組織 就要求我們去尼泊其他地方來去做 所以這是我們的Social Action 還有 我們也開始做一些 就是我們想要收集一百幅女性的子宮圖 然後呢 其實有男生的創作 對 男生從媽媽子宮蹦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要請大家做子宮圖 然後做完做分享 所以我們收集一百幅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連展 其實它就是一個 去找回自己女性內在的力量的一個創作 對 那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發現我從小 並不是一個很適合在體制之下成長的一個女孩 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那樣的狀態 可是我其實從我秋學以來一直到29歲都是在學校 不然就是出社會之後在非營利組織工作 但它其實還是有個體制和架構的 那我離開之後發現說 我可以去創造我自己的體制 或是我可以去創造 掌控我自己的工作的方式 或是面對生活的態度 是一個全人的自由的感覺 但其實又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或是它其實非常有挑戰 那我前陣子去參加一個論壇 我聽到道立先生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大家知道道立先生嗎 他是蠻帥的蠻壯的 他就說 當我們要追求自己的夢想的時候 一定比別人辛苦一千倍 就是在這個過程 但一定比別人快樂一萬倍 因為心是自由的 那我覺得心是自由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雖然是很辛苦 可是因為你自己自找麻煩 是你自己要的 對 這是我們現在公訪工作的四位婦女 那他們除了來公訪做播衛生棉之外呢 這是他們做的 對 來公訪做播衛生棉之外 他們還是照常的維持他們的農作的生活 還有照顧家庭 這句話是我妹妹寫的 他說 每一件作品都是用雙手做出來的 十而快 十而慢 用專注的眼神 端詳的手中的寶貝 攜帶著美好到處走 不也挺浪漫的 也能感受到嗎 我心愛的朋友 所以當 這傳下去很大 喔 喔 可以 可以 對 還是結束之後他們可以 好啊 對 那其實 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在尼泊爾推部衛生棉 就是他們的婦女需要 可是因為 我要叫他們用 我自己要先用他們看 不然很尷尬 就他們問我 我都說我沒有在用這樣 所以我就一用用了兩年 然後我就發現說 天啊 這東西真的太舒服了 所以就抱著這個心態 就覺得說 應該要跟更多的女性分享 因為她 第一個 非常的環保 第二個 她可以 她可以讓你省錢 然後第三個 她可以支持到 世界另一端的婦女的就業 她有很多的好處 對 那每一個都是手做 用腳踏式的縫紉機做出來的 對 那 這是我們的生產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覺得蠻瘋狂 就是用這種心態去做布的衛生棉 對 然後 因為我們的花色很多 為什麼 因為尼泊爾那邊 她訂布呢 就是她有什麼 就只能買什麼 因為她不可能再叫到 同一個花色的布 所以就變成是 就是每一個都是限量款這樣 每一個花色 對 這是我們的產品 OK 這是我 那時候在尼泊爾很辛苦的時候 就在自己洗我的布衛生棉 然後洗完就把它塞開 就覺得天啊 後面山跑出來了 然後就趕快衝去拿相機拍下來 但我想要講的事情 其實她是一個 呃 這個產品她很小 但她 但她對女生很重要 但同時她也是 就是讓我們去意識到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有月季 那我們如何去跟她 共處 然後去透過我們這個 只有女性有的一個生理過程 去更了解自己 還有去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然後同時也去思考 每個月季是可以做環保的 然後你 因為一片拋棄是衛生棉 它需要 500年才會自然分解 它其實是塑膠 對 那其實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可以再花更多時間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應該已經超過時間了 那就 讓我們一起創造身心喜悅的月季時光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去那個臉書 就是 月室的臉書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台北有哪些點 可以買到部位生棉 我個人自己還沒有踏出這一步 但是 對 但是終於一天 小麥要買 你一買我就買 對啊 就是 我覺得 很多事情 你看到有些人在做 就是你可能想都沒想過 居然有人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 念詞就是 很重要的 給我這樣一個起始的人 從我認識他一個開始 然後最後一位分享人 就是 非常重要 他要帶我們去西藏 對啊 我們歡迎唐青 大家好 我是唐青 就是 我其實有成立了一個商店 叫做唐青古物商 就是五回收二手家具 然後我們也成立了一個協會 叫做台灣有福全人關懷協會 因為詩比獸更為有福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協會 能夠促進大家對偏鄉的一個關心 然後我現在還是一個 就是有發專輯就是 但是沒有人知道的那個 那種很小咖的角色 就還在做音樂創作 但是呢 那這些角色都只是一個印在名片上 或一個頭銜 我覺得他其實不能代表我們真正的人 那這些頭銜呢 其實為了要講到這個主題 就是我會做現在所有這些的事情 都跟我踏上這個旅程有關 就是 這個旅程是 我的人生可以分為 踏上藏區 這個旅程跟沒有藏區之前 我覺得我聽到的是一個不同的呼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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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